楊家驊議員 主席國家即將編制十二五規劃綱領 眾所周知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的是計劃經濟 即使近年引入了市場的經濟 但每五年的一次規劃綱領的讚寫和公布 始終都是一件非常重大 和決定整個國家今天五年的發展 影響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工程 作為一個中國人 其實必然應該就此積極參與和發表意見 但參加或者參與國家規劃綱領的讚寫 對於絕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 是非常新鮮甚至乎陌生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香港回歸十幾年以來 我們一直堅守著一國兩制的原則 很多人都覺得經濟和社會規劃的範疇 本來就是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東西 所以中央政府是不應該過問 也因為這個原則 在回歸以後兩次的國家規劃綱領的文件中 關於香港規劃的部分 其實著脈實在不多 其中段落主要寫一些比較空泛和原則性的東西 比如在十一五的規劃綱領指出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加強推動內地和港澳在經貿、科教、文化、衛生、體育領域的交流和合作等等 這些延遲 當中唯一具有具體的基建規劃的建議 就只有要建設連接北京至香港的功勞 但是主席 隨著中港兩地的經濟和社會日漸融合 兩地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其實是必然日益加深 我們認為香港人在國家規劃之中 是應該扮擾一定的角色和參與 而事實上在《基本法》中也保障了香港人在這方面的權利 《基本法》第21條就有明文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中國公民 是應該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因此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發展 香港市民是應該有發言權的 主席香港人積極參與十二五規劃 也是有實際的需要 在兩地逐漸融合的過程之中 兩地對於發展的速度、發展的模式、發展的方向等 必然會出現矛盾 最近關於興建高鐵事件的爭論 正正凸顯了這方面的矛盾 雖然反高鐵示威者所針對的是 特區政府處理高鐵發展的決策方式 或者缺乏諮詢的態度 但當中所反映的也涉及到兩地發展觀的差異 這個我們是不能忽視的 例如內地的經濟發展 仍然處於高速增長期 是因應社會經濟基礎的一個需要 其實是遠比香港為高 若強行將內地高速發展的方式加諸於香港 只會加劇中港兩地的矛盾 造成不必要的衝突 又例如內地多個大城市正朝著金融服務業的轉型 但香港剛剛是相反正需要發展多元化的經濟 鼓勵可以持續性的發展模式 又例如內地對人民參與規劃決策的開放程度 是遠比香港人的期望為低的 這些矛盾在現行牽涉兩地規劃的機制下 必須要正視 這些不單止只是溝通上的問題 因為如果處理失當的話 分分鐘會成為一個政治的問題 或者更加成為溫總理所說的深層次的矛盾 因此在積極參與十二五規劃的時候 香港人不能只眼看於硬件的規劃 更加應該著眼於軟件的規劃 在章節上 特區政府必須爭取 又牽涉兩地規劃的問題上 是有更大的發言權 以更高的透明度 將這個規劃上的問題 向香港人解釋清楚 主席 我剛才說過 高鐵的發展是一個例子 但是港珠澳大橋的規劃 亦都是另外一個重要的例子 直到港珠澳大橋拍板為止 其實香港人對於工程的內容所知 是非常之少的 包括工程開支的分擔細節 現在港珠澳大橋已經決定上馬了 但是事實上 在香港境內受影響的居民 仍然未獲得充分的資訊 主席在過去十一五的規劃文件中 也有很多章節牽涉著軟件規劃的問題 包括規劃的決策體制 甚至民主政治體制的發展等 當然在一國兩政的前提之下 我們並非要求透過特區政府 去改變內地規劃的方式 但是一些牽涉兩地發展的工程 我們認為有必要在現時的決策 和溝通的過程之中 加強香港市民的參與 例如現在關於豬三角發展的規劃 主要透過豬三角州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聯絡協調會議去討論 但是這些會議開完會之後 雖然是有新聞公報 但是香港的官員在這些會議中 提出了什麼訴求 對兩地發展採取什麼取態 在新聞公報中 其實是未見有詳細的交代 又例如行政長官 在07年舉辦了十一五規劃的經濟高峰會 但是在高峰會之中 行政長官提出了配合國家十一五規劃的發展 提出了發展四大支柱行業的行動綱領 但是這些綱領有多少 是先在香港社會醞釀發酵 迎合香港社會的需要 得到香港人民意的支持 然後再向中央政府作出建議 這只是由上而下 中央政府先提出目標 香港只是採取行動去配合 而非符合香港社會的民情 主席我支持香港市民積極參與國家十二五規劃 積極投入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但是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 特區政府是應該先明確建立 就規劃發展初商的溝通機制 這個機制是必須開放和公正的 確保香港人是有刻切的參與 和意見能夠充分的反應 主席 唯有在這個基礎上 香港的社會和經濟 然後至有效和公平地 是可以和國家融合 主席我緊詞陳詞 何 usu方